反坦克地雷号称装甲车的噩梦 没有什么装甲车能扛中反坦克地雷的威力 那它的威力到底多大呢 为了直观的展示效果 用这辆已经被打废的卡马斯卡车作为测试目标 把这枚重10公斤的TM-620反坦克地雷放在卡车的后轮位置 待会用引爆的方式看看效果 在车尾位置放了一块凝胶 这块凝胶用来测试爆炸后的杀伤范围 刚刚的爆炸场面非常壮观 还没到中心位置就能看到四处飞散的车轮胎 现场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放置的凝胶直接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这要是附近有人的话 大概率已经领了盒饭 回看一下刚刚的画面 卡马斯卡车少说也有40吨重 这么重的家伙直接被反坦克地雷炸得飞了起来 这样的威力下存活几率为零 但这还远远不够 待会在车头和车身的连接部位放置一颗地雷 看看能不能彻底将这辆卡车炸成两半 这个场面让毛哥都笑出了声 没想到把地雷放在车中间 车头直接没了 40多吨重的卡车 如今就剩下一堆铁皮 驾驶座椅都被炸飞可以当摩托车开了 只有卡车的货箱还算比较完整 卡车后还有一辆报废的步兵战车 待会在步兵战车的下面再放一颗地雷 看看会产生什么效果 虽然天已经黑了下来 但能清楚的看到 那辆卡马斯卡车已经不互存在了 基本被炸成了一堆零件 装甲车的情况还算不错 保留了外观 但这个破坏力 即便它是一辆完好无损的装甲车 里面的成员都没有幸存的可能 感谢观看